太自闭了 哇 这 这小佐 哦呦 哦呦 鬼鬼 这 什么 什么 小佐跟黄语音 两个人直接就往前硬冲 队友也冲拉出来了 好 再来一波 哇 直接轻掉了 而且没补掉人 那这样的话 扶起来又是一个满边 这怪物 我没人了 碰了一下 碰了一下屁股 南达非常的敏感 南达这位置再来一枪就倒了 那萨萨可能会出来补的 是的 这个三级头是给了教养了 魅空并不在教养这一侧 嗯 萨萨拿走了 那两个人分了 兄弟看到的 这都有 下者有分 两个人 打前点位的应该是给了三甲 然后打中野距离输出的架强位置 应该是给到了三头 周平安 跟队友会合起来吧 因为两个高点啊都是对手 悟空和XCG也打起来了 打的是近战 同时悟空还打了2004 是 左右开弓 宇跟南达两个人配合还是到位的 XCG也远点 Steven 是吧 白龙马击倒并且补掉了 对 而另外一边画面当中正在发生的就是4M了 4M这边也是及时的回应了一波永远 小路gaming已经终于到了两栋二层楼里面 枪线已经拉开 但尾身的位置已经被发现了 比较危险 虽然距离远啊 但是大家都是选手 直接开始攻楼 你一走我就攻 高点队友下枪 所以滥人去干嘛了 滥人去拉枪线 这个距离 那你近点位置咋办呀 有特别呀 主要他不拉这个侧面 这个反坡就被牵制了 小路也打过来了 查查路 直接打了三个了 打了一个 再来一个过点 露的身位 关门 不要晃 不急 不急 现在打的是惊艳 打的是冷静 小路 一丝鞋锁住 侧面在扶人呢 正好给了小路操作的时间 感觉要有打包的一个机会啊 对 别打卡住哥们了 这个位置吃雷的 没想到永远能卡住这个门口啊 真的是没有想到 各位几个都在着急 小海 知道自己这个 嗯 所以说躲在了角落里面 没有卡了一手啊 他倒进 足足情伤 对 哇 骆子哥 查查路 谁说 黑鲁说话 黑鲁说话 是的 都换位了 远点的一波架枪 17兽的一个出枪是击倒了萨萨 萨萨在山上玩的太久了 终于被拉扯走了 但是血量都很残了 从从很稳啊 一枪一枪的 不着急 但是捕人是真的变费劲了很多啊 呃 哇哇哇 这左右 有点东西了 嗯 很皮 啊两个兄弟赶紧走 已经不能再呆了 此地不亦久留 哎呦我就又是一枪头啊 小鬼直接被放下来了 这辆车 快爆了 这辆车爆了 小鬼怎么退 17他一开始选择路线是没有往石城那边去走 估计也是有后 后面这些队伍的一些影响 所以说选择从天路这边走 但是仍然是一条死路 走不通 就是没办法 而另外一边2014就在圈边直接是进程的多 去拿些淘汰分了 阎阳这个位置应该也是已经被锁了 这个投注暴露了自己的点位 这种点不好清的 嗯 直接走吧 清阎阳的话 干拉有可能两个人都送掉的 车也不要了啊 是盯防灵强这一侧的 还是难切了啊 果然没什么问题 哦现在FTY在 今日第四局里面在这个位置上失误过的 看一下这一局 就是这个红仓 红仓是能控制整体的 一些坑坑洼洼附近的坑的 好 龙斯哥的侧面已经完成了第一个击倒 而且把人补掉 对因为一开始龙斯哥是没有暴露任何的信息的 那林强感觉自己的周围没有人 所以说直接过了这条马路 反而成了龙斯哥的盘中餐 队友 应该暴了 就剩下的人在这边 CTG其实也是分散投资 想要去东边看看有没有解题方案 西边的位置会越走越自闭 对 想打 这不正面想要把CTG吃掉 对 这边转移路上换成直接被打掉了 天路这一边也是要进圈也不着急 空了蓝白圈边的一个区 老三倍了 尼华比只能选择另外一条路 但你选择另外一条路 哇 这三倍 这些人的三倍就跟开了一样 这三倍镜是真的准啊 有一说一是真的准 这种选手基本功不同级别是真的不在纪念 但先看他远远的扑扑扑被炸到了 好 成战 Paragon 4M 这波怎么 收枪了 太自信了 这波感觉差不多了 想收回来 结果人还没有倒 尾神还在城里面 尾神这个时候能不能 有车 刚来是去找载具了 前面的话发生的太过于突然 好 来了 配合一下 可以打拨双人的配合 先封一个侧面的烟 两边都封 等一等 反正自己从师生里面出来嘛 其实北部还有一个人 南少 哦 马上 马上五阶段了 这个真扛不住了 哎呦差点 好出枪了 打了扎扎路 没有补掉 没有补掉 但是这波的击倒给到前点位 Paro的一个信息啊 只能倒一个了 Paro吃了GFI的枪 这个男可以不用回来了 林树想要可以分 想要绝把 没给机会 哎被扶起来的人 小左近点一顶二 先打了一个 再打一个 暴力或好 小左 状态 哈哈 现在天马在这个山上 后面的操作空间还是非常的多的 想先把AZ撅下来 哎 该不会再翻了 赶拉赶拉开始了 哎呦被发现了 小左先倒 马云龙这个位置在石块后面已经被锁住了 这颗雷 掐久一点应该能炸中 带领团队佐世甘拉 碰上了惊艳老道的天霸 没有给任何机会 呃 我个人感觉啊 AZ他的一个补进速度是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了 我看到过好几波了 不是主要是两兄弟 那前点都导成这样了 他再上也没有用啊 其实三个人同步差不了多少 就说AZ做一个后点位的话 第一时间也没办法 及时的赶到正面的战场 也是情有可原 我觉得 就必须得把AZ这个人刺拔掉 天霸的后续空间才大 小崔就只能在这个地方打药 哦 这个也太极致了吧 中边靠队友 对 因为AZ对这个地方他会掉以轻心的 信息已经跳出来 那小崔可以进圈了 完了 完了 被抽了一枪 这是谁 这是李白 李白从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 给了小崔屁股上一枪 那这个是扶不起来了 在蓝圈里面 为团队做出了牺牲 嗯 我觉得天霸真的是成长了 成长了不少 经验很朗道 很成很成熟 他 好 你说 跟长龙的一个队位 修理伯头 又是两枪很准 长龙已经倒了 这是GFI先 先头部队啊 先到的一个人 蓝博直接一辆车横在了马路上 但是蓝博这个位置 不会被侧面打吗 哇 头目也来 葫芦啊就爷爷了 这是小彤给到一波抢血 把林树直接给打残了 高点的野人也会被侧面抽到 911停车的位置 也同样被小彤给看到 也是集结了四人满边过来 抵挡天霸这一波的一个进攻 但天霸想从这边去进攻的话 非常的困难啊 首招投注已经损耗了不少 几乎没有太多的雷火的道具了 七七的过点直接被秒掉啊 这种平地干拉 在职业选手的电影中相当于白给 很难的 小彤想要抓一波timing的 没给到机会 最终匆匆的一波出枪 是把林树淘汰掉 天霸也被淘汰 我估计这一波为什么分兵作战 应该是去扔雷 博量显然也就比较残了 这个雷角度到了就差不多了 看一下 有了 漂亮 准的 车不能开了 车已经到篮圈的边缘了 为了轻这个毒狼 让人去冲了 王沙沙吃到了背后的一个枪线 是二六的这边的枪线 Monkey King在哪里 没有给到压制 王沙沙一颗手雷炸倒了匆匆 近点小童已经贴过来了 踩到了马路上 还在找林树 李白的屁股 Monkey King 没有给你Monkey King 李白要衣帽了呀 这狗子 三倍马路上的一个侧身 最终走出了烟雾 天鹿直接被淘汰 王沙沙出来pick了一波 怎么瞬间又被 二打二 还是王沙沙 王沙沙又秒掉了二六 场面上是一波二打二 反行坡 闪到了自己 想主动一点 有什么视野 直接被王沙沙又打了一个 高点位置 857这波出现 是把王沙沙反手给击倒 二打一 两边想要打同步 五位直接走马路 感觉CG迟了呀 梅花庄被控死了 猴王 五位还在绕 先拿分 还在照 打武器做的没有问题 在这种一打二的情况下 先拿分 好直接合 跟队友做一波协同 打一波 这个火是致命的 五位上去靠一波伤害 血肉对方的一个血量 倒了 没关系 一磁血 一磁血 马KG的火 最终致命的一颗火